今天的ET个股推介 第一只建议大家留意中电2号 蓝筹公用股中电过去受到海外业务拖累盈利表现 但相关业务已渐渐复苏的曙光 中电2023年预测股息率大约是5.4厘 在美国加息周期接近尾声下吸引力有望回声 相对记录平均值中电股值吸引 潜在股值收复空间接近三成 中电2022年全年顺利大跌九成 主要是受到期内第二大业务地区澳洲业务 录得大约是52.7万大额营运亏损 但中电澳洲业务的营运亏损 由去年上下半年分别是7亿3千万和超过45亿 收窄到今年上半年大约是5.9亿 当地露出复苏的曝光 中电首席执行官南宁志就说到 上年能源价格急升的影响已经逐步反映 加上批发电价在上半年的波动已经收窄 以及主要发电资产的营运表现逐渐改善 要了下半年表现会好转 然而全球经济活动在今年已经全年复偿 用电量和供电量都可以正常化 对中电前景看得较淡的花旗 亦预计澳洲的业务盈利会正常化 并且今年下半年录得纯利7亿4千万 明后两年分别录得16亿和17亿 而上条中电明年和后年盈利预测各3.7%和1.5% 并因此将中电的目标价上条10%至55元 另一方面美国联邦基金利率现在已经升到5.25至5.5厘 10年期和30年期美国国债资息分别已抽升到4.2至4.5厘水平 令预测股息率5.4厘的中电显得未够吸引 虽然美国在明年第一季前展开减息的机会较低 加上星期公布联储局7月议息会议记录显示 但多数官员都认为通胀面临巨大的上行风险 可能需要进一步收紧货币政策 但市场普遍对再加息次数已经不多 无论如何在上述业务复苏的趋势下 中电盈利以至每股派息有望再次进入增长周期 电商平均目标价是61.7 投资者不妨等中电回到58元吸纳第一注 如果股价有机会回到55元的水平可以加注 年内目标才看70元 或者持有作长线收息 大别穿50元关后就适宜先行止损 第二种推介港股是安徽婉通995 今年预测的股息率接近9厘 加上预期集团未来业务持续改善和提升排息比率 令安徽婉通成为公路股当中收息的优质置损 随着疫情的过去 内地公路的使用率提升 令公共股成为消费复苏概念股 近期中港股市波动 受消费概念大动 公路股的走势相对硬 安徽婉通今年以来股价升了超过25% 大幅跑赢大市 去年安徽婉通全年顺利按年微跌 但维持全年派息每股是0.55元人民币 按年不变 为偏好收息的投资者带来喜顺 事实上近年来安徽婉通一直逐步提升分红比率 2022年全年界派息比率已经高达63% 但集团仍然要继续提升 港股当中多只公路股都派发高息 公路股的主要业务是来自收费公路 由于收费带来大量现金流 而且公路的保养成本稳定 因此公路股的盈利和排息相对稳定 行业的业务能见度高 业务结构简单 容易被市场理解 另外盈利稳健 行业前景和收入稳定 亦有助支持估值 这是安徽婉通等公路股能够稳定地排高息的主因 综合彭博的分析 市场预测未来三年 安徽婉通的盈利会逐年提升 预期今年派息达到0.64元 按年增长16% 按上星期收市价7.8号绿计算 今年派息率达到8.7厘 预料明年和后年的派息额会再度增加 股息率将会进一步上升 值得留意的是 安徽婉通等公路股 和大部分的中资股一月量 一年只是派一次息 安徽婉通每年会在3月公布全年业绩的时候 宣布派末期息 在6月随正 台湾 至少 几次 操行